近美国国防部29号称中方拒绝美方有关在新加坡举行两国防长会晤的提议之后 30号美印太司令部发布声明 指责中国战斗机在南海上空以不专业的方式拦截美侦察机 军事专家31号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 这是美方及其盟友惯用的套路 在相会前预设议题为美防长大会发言未料 作为指责中国的例证 美印太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 5月26号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歼16战斗机飞行员 在拦截一架美国空军RC-135飞机期间 做出了没有必要的独独逼人动作 中国飞行员直接飞到RC-135的机头前方 迫使美国飞机飞过其尾流湍流 这架RC-135当时正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上空的国际空域 开展安全与地形性的行动 此外美印太司令部还公布了中国歼16战斗机 以不专业方式拦截美军飞机的视频 军事专家张雪峰31号观看视频后 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 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咄咄逼人 不能由美方单方面定义 另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这是美方在指责中方时惯用的说辞 而这种说辞更像是一种幼稚的狡辩 张雪峰介绍一般来说 中方飞行员是在通过无线电警告无效的情况下 才对意图不明的他国军机进行外逼驱离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称 在其在国际空域飞行 其实是故意模糊具体位置 事实上其飞行空域通常距离中国岛礁 甚至大陆已经非常接近 他表示 这种近距离侦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 都不能听之认之的 美方一直以来在南海对中国岛礁 以及在海上依照国际法进行正常训练的舰艇 进行抵径侦察 甚至超低空穿越舰艇上空 在附近投放深纳浮标 这才是最明显的咄咄逼人 中国军方的拦截行动是在告诫美方 美国侦察机不应 也不能在南海如此任性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军事专家 31号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美军及其盟友曝光所谓中方战机 实施不专业拦截或威胁接近的势力 并不算新鲜 之前有过好几次 其就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 微妙之处在于 美选择公布此次解放军 不专业拦截的时机 6月2号到4号 香格里拉对话会 即将在新加坡举行 根据主办方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消息 来自40多个国家的 国防和安全机构的近600名代表 预计将出席相会 一直以来 中美两军之间 在会议期间的互动和交锋 备受关注 美国国防部29号发布声明称 中国拒绝了美国提出的 让两国国防部长 本周末在新加坡举行的 年度安全论坛期间会晤的请求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回应称 当前中美两军对话 面临困难的原因 美方是清楚的 美方应当切实尊重 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关切 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展现成绩 为中美两军对话沟通 创造必要的氛围和条件 美方不仅没有纠正错误做法 为中美两军对话沟通 创造必要的氛围和条件 反而是一条路走到黑 30号 美境派司令部发布 中国战机不专业拦截美侦察机的声明 这位军事专家说 从美方发布的消息 可以判断 26号 美印太司令部就掌握了这一情况 但时隔4天之后才对外发布 其意图很明显 即为美在相会期间造势 这位军事专家表示 美方长每年在大会发言中 都要针对中国进行指责 一般来说 对方会提出 美在亚太地区的新举措 加强军事部署 提升军事联盟关系 而美军之所以有这些举措 是因为地区不安全 不稳定因素的增加 然后会将矛头对准中国 谬成正是中国的军事活动 增加了地区的不安全 不稳定 在发言中 奥斯汀会将美军或盟友的爆料 作为中国对地区威胁的例证 上述军事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虽然相会还没有举行 但从美印太司令部 最新爆料中 已经嗅到了此次美队解放军代表团的火药位 在此次相会上 中美两代表团交锋会更激烈 一定程度上 也折射出中美两军之间的紧张关系